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面有一个关键是 这个婚姻 这个家庭是不是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婚姻当中 是不是上帝带着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建立一个属于你们的家庭 那个关键是神配合的 所以在面对婚礼 很多年轻人要预备结婚的时候 谈恋爱要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很在乎那个婚礼 世纪婚礼 那些经济环境很好的人 到哪一个岛上去 包下一个岛来 去参加了宾客 要做直升机去那里 精彩的 然后全世界的焦点都在他们身上 可是你看有多少对这样的婚礼 婚礼的时候轰轰烈烈 一些轰轰的婚礼不保证你的婚姻一定是幸福 婚礼只是一个小时 但是常常我们花多少时间去预备一个小时的婚礼 或者我们放大一点来说话 婚礼只是一天 我们花多少时间金钱力量去预备那一天 从化妆 有些女孩子要结婚之前 连保养脸都要搞个三个月 慢慢去调整皮肤 然后那天可以是最好 衣服造型 然后所有的过程请的宾客 我们花多少时间去为一天做预备 可是婚姻是一辈子 我们花多少时间去预备进入婚姻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一定会知道这样的投资太奇怪 为了婚姻里面的一天 婚礼那一天 我投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心力 却为整个婚姻没有花时间去好好预备 这是什么样的投资 难道婚姻只是那一天吗 婚礼是一天 婚姻不是一天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没关系啊 反正你解嘛 反正那一天 我就是要那一天很轰轰烈烈 然后呢 然后又会走不下去就离婚吧 我有时候提醒我自己的孩子 他们喜欢玩那个gain 我觉得玩gain有时候 其实他们真的训练蛮好 训练你的反应什么都很好 可是有一件事 我常常跟我孩子讲 你要小心 因为玩gain的时候 我常常 哇 输了 失败了 game over over了呢 没关系 重来一局 如果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对很多的事情都说 没关系 大不了重来一遍 大不了重来一遍 因为反正game over了 over了就再来一遍了 再开一个新局 可是人生常常不是这样 人生不是 这个结婚了 不好 不好 game over了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婚姻 生了孩子 孩子养胖 不要了 再来一个 不可能啊 人生里面很多事情 不是一个game over就解决 就可以重来一遍了 而且即便重来一遍 你有没有把握说 我的下一次 可以比这一次更好呢 求主帮助我们 婚姻不是恶心 婚姻不是一天 婚姻不是 game over就再来一遍 因此认认真真地 回到神面前 回到上帝面前 认真地面对 我们的婚姻 不要儿戏哦